這個我當初評測過有說 它像一顆噴牙噴在我的耳朵上 嗯? 你要吃藥了嗎? 再帶一顆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價格太有殺傷力了啦 545萬 這應該算是CP值最高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各位孩子們早安 I'm the 90%老爸 今天來到3C Tim哥這邊 大家好 我是老爸的工讀生 Tim哥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來介紹一下 這些2019年出的真藍牙無線耳機對不對 對 真藍牙的無線耳機 因為為什麼要叫那個真呢 就是也沒有假 真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兩個獨立的兩個耳機 而不是說中間有一條線 中間有一條線就是無線藍牙耳機 那我們先簡單講一下 今天總共2468 有8款耶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會做一些結論 這支影片上可能是在2020年年初 我告訴各位說 今年的藍牙耳機大概要怎麼選 好 拿到趨勢 就順便分享 好 OK 第一款這一款是 AirPods Pro 目前討論度最高的 7990 7990 這個耳機啊我覺得 它最近很誇張 我看到一個新聞是說 它要增產嘛 對 但是呢 現在最大的問題其實是 全球太缺貨 盜版也很猖獗 Tim哥你覺得為什麼它賣得這麼好 我覺得它賣得好的 有兩個最多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因為呢 它是錄耳式的耳機 對 那錄耳式其實一般人都覺得它不舒服 但沒想到蘋果把它做的 戴上去以後非常舒服 那第二件事情是 它的降噪跟痛透模式 這兩個模式呢 很多人戴上去呢 是真有感 有一些是沒有感覺的 但它是真的有感 欸 錄耳式也有抗噪的 除了它 Tim哥知道它們還有這個嗎 有它 然後 Sony的那個 1000XM3這一個 市面上你看過這麼多藍牙耳機啊 以痛透模式來講 是不是它也是最厲害的 老實說 一生無限藍牙耳機 它是目前最厲害的 對 因為我前陣子跟我老婆在玩那個 BOSE的QC352那一支 它那一支在抗噪關掉的時候也有 痛透 可是那個效果沒有它這麼好 這是真的 對 就是感覺上 有痛透模式就是 你如果在騎車什麼 感覺上是比較安全的 對 稍微安全一點 對 但是我就補充 我們先講第一個曲奇 好 今年呢 會有非常多的 有降噪功能的真無限藍耳機 一定會出現 因為蘋果的關係 因為蘋果錯 沒錯 因為降噪其實是用抵抗的嘛 它要算嘛 對 它要算外面抵抗的那個 消掉那個噪音的部分 又要塞在這麼小一個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難的技術 而且蘋果又把它做這麼小 沒錯 非常小 所以其實我今年很許願 有幾個品牌一定要做 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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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耳罩了 它可以做成入耳式的 BOSE的抗噪也是做得不錯 那Sony呢 我很期待它下一代 因為他們絕對會拿 這一代的AirPods Pro去研究 Sony下一代 然後再來就是 比如說那種耳機大腸 鐵三角這些 如果他們都能拿出來做的話 我覺得 老爸到時候也可以再做一集 全部大PK 對 因為鐵三角在抗噪技術 因為它也有做一些是蠻有特色的 它應該也是如果願意跨進來 也是很厲害的 沒錯 而且 我先大檔猜測 接下來的下個月2月 三星呢 S11會發表嗎 對 它的Galaxy Buds呢 第二代 我相信 有醬造工呢 一定會 其實 剛才如果Tim哥講到Galaxy Buds 其實我長期在用的是這一支 是因為我當初買S10送的 音響中 對 你是首批就買了 對 我是首批送的 然後我的感覺是其實 它戴起來也是很舒服的 因為我一開始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一開始其實送了一幅 就我弄丟了 我弄丟了 我又買一模一樣 其實Galaxy Buds我覺得 它表現是 中規中矩 你說它很有特色 很還好 可是就是整個來講 因為我用三星的手機嘛 本身App對它 是比較有優化 沒錯 所以用起來是感覺是 還不錯的 但是以整個外媒在評比喔 對 在2019年音質好的真無線藍耳機 它是數一數二喔 而且它又是 AKG調教的 沒錯 所以我說它是數一數二 然後它因此是好的喔 這樣子 所以這個如果說 你本身是三星手機 也是蠻推薦的 可是 對 它都拿來用送的 實際上賣出去的多不多啊 沒有說 但是它賣 以它的賣價三四千塊錢 我覺得以真無線藍耳機的市場 它算是定價蠻漂亮的 對 因為第二個買的時候 我記得我就買三千多 因為很多人是送了以後 用不到 拋售 我記得我就買三千多塊 所以你入手也不會覺得特別的心通 不過它 就以現在來看 因為AirPods Pro有抗噪 可是它是沒有的 沒錯 比較弱的 明年一定會有 不是明年 今年 2020年一定有 對 2月我相信一定會有 我覺得會有 好啦 這個也是非常推薦的 也推 然後再來 Tim哥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AirPods 這個是一代還是二代啊 其實也不算二代 就是一代跟 New AirPods New AirPods就是 換了裡面的晶片 然後還有就是 有多的無線充電功能 對 可是 音樂廠有人 分不清楚 New AirPods 也有 沒有充電的版本 有 可是基本上 一代跟二代的差距好像 沒有很大 其實沒有很大 它就是把你的連線速度 變快啊 這些的 前幾天 然後我跟我老婆在 新鮮餐廳在拍片的時候 我們一直認為 現在要買 不應該買 AirPods 老實說齁 如果你現在真的要我推 蘋果的 我會推AirPods Pro 差一千五百塊 對 只差一千五百塊 但是我覺得它的 整體的體驗感會 非常的明顯 對 我們自己在聽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真的 預算上有 考量的話 你就可以買 New AirPods的 有線版本 就是 不是無線充電盒 它是有線版本 四千多 對 這次你常常在做活動 四千多塊 五千塊就多了 我覺得也是划算的 不行 差兩千塊還是要直上 對 因為它是半入耳式 它是入耳式 不一樣啦 聽得以你自己的佩戴感受 你喜歡入耳式還是 老實說 我以前很討厭入耳式 對 我覺得戴上去會 很不舒服 對 但是我戴了AirPods Pro以後 我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對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講說 戴上去有戴跟沒戴一樣的話 New AirPods 就是 這個 一戴跟New AirPods 它還是做到最好的 因為它是半入耳式 但是它戴起來又 讓你覺得你耳朵沒有任何負擔 我覺得這個 像聽哥講的 每個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 像我 其實喜歡塞進去的 你喜歡塞進去 你喜歡塞進去 不是真的啊 我喜歡入耳式的 你喜歡入耳式喔 因為我一開始 在戴中耳機 就是戴入耳式的 有限的 所以 當初AirPods 一出來 我老婆買了 我戴我就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可是每個人 問每個人都不一樣 其實沒有 一定的 感覺啦 可是如果像這次的AirPods Pro 我就覺得非常的棒 對 是不錯 好 那我們講完前面這三款 三款 那這一款也是我玩過的 小米的AirDots 台灣賣的AirDots版 這個我記得是 900多塊對不對 呃 900多塊台幣呢 是AirDots的升級版 升級版 然後台灣賣的這個是545塊 545 真無限藍牙 545 沒錯 沒錯 這個我當初打評測過的時候 它像一顆 普通拿彈在我的耳朵上 嗯 你還吃藥了嗎 再帶一顆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價格太有殺傷力了啦 545 這應該算是CP值最高的 真無限藍牙耳機 老實說是 對 這個500多塊 對 那個大陸有個版本呢 是升級版 900多塊 那一個呢 它的差異就是 呃 它一個是觸碰 然後一個是按鈕式 然後另外一個是 那個900多塊的音質 是比500多塊好 哦 了解 其實這個啊 我們今年年初有開箱過 這個我跟今天蔡林的結論是 這個非常適合 就是比如說學生 你要給小朋友 或是什麼 因為這個掉了 也比較不會心痛 對 你就買兩個嗎 兩套 它掉了以後說 爸爸還有 你可以拿一個給你 它的音質表現真的就是 普普而已 不用對它有 但是它就是 目前上最便宜的真無限藍牙耳機 那個小米的東西 我都說啦 它就是 70元買70塊的東西 可是這個應該算是 50元買60塊的東西 差不多 有及格 可是真的 可以的 我真的覺得可以的 而且它其實我當初玩的是白色的 我覺得黑色的是比較質感 沒有 你玩的白色你應該是900多塊那個 是900多塊那個 那個是音質 跟它比起來又比它好 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千元以內 你可以的選擇 那接下來這個 我記得Tim哥也給我帶過一次 對 我們有個盲測 對盲測 這一個是你家的 小米Air 這個是當初被說 學AirPods的對不對 沒錯 被說得很明顯 這隻好像稍微貴一點 兩千塊以內 一千好像八九的樣子 一千八九 對 Tim哥那這隻你也推薦嗎 這隻它特色是 老實說這隻的音質就比這個AirPods好非常多 對 但是我是覺得它有點大 有點大 你不覺得嗎 你拿起來 不好看 你給大家看 你的牙刷怎麼戴在耳朵上 有點突兀啦 而且它整體的設計造型有點 就是太硬了一點點 對 但是你知道嗎 這隻是比AirPods先上架的 對 所以當時這隻 台灣小米先引進的時候呢 小米Air的真無線藍耳機 那時候 一上架就被強化 越便宜 越便宜 對 當初大家想 因為蘋果都賣到三四千四五千 對 然後它這個一千都 不到兩千 對 非常的吸引力 可是這個一出就不行 不過它還不錯 它至少還是走 Type-C的充電 對 這個沒無線充電 我記得Galaxy Buds是有無線充電 無線充電的是 這三個版本都是 New AirPods 然後AirPods Pro Galaxy Buds 對 這三個目前都是無線充電 對 但是你等一下要介紹下一個 也是無線充電 哇 這個好特別 這個蠻漂亮 是有點像粉筆盒 對 這個是華為的 Free Buds 3 這個出一陣子還是剛出 2019年11月11號才上架 我這個是在大陸買的 那時候我在大陸買的時候 我是11月13號去買 架上只剩最後一個 賣這麼好 對 為什麼 因為它特色在哪 它特色是 它強調的是 它也是半入耳式 但是它強調它也可以這樣造 可是它 我剛才拿的時候 我覺得它不像入耳式吧 半入耳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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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入耳式的意思就是跟這個一樣 這個叫半入耳式 塞的比較滿就對了 對 半入耳式的 可是這樣子有辦法降噪 真的蠻厲害的 對 可是它要對應它的APP以後 你戴上去對不對 它去調整 就是 因為每一個人的耳朵不同 所以呢 它的缺點是 它不像AirPods Pro那麼簡單 帶上去 直接按降噪 就搞定了 它呢 是你戴上去以後 你要打開那個APP 然後呢 它有一個 那個轉盤 去找到你的耳朵的降噪的地方 然後放開 它就開始降噪 聽著你實測的感覺 它效果好不好 老實說 它的音質很好 但是它的降噪效果 還是除AirPods Pro 沒有 因為你降噪還是會牽涉到密耳度啊 是啊 它本身如果是半入耳式的 它的空間就比較多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 它音質還可以 音質不錯 其實音質是不錯的 這個價格多少 喔 欸 快六千 快六千 你自己的 這有點難入手耶 對快六千 可是你買的時候 又是最後一個 我是買最後一個 後來我有問店員 他那家店上架三次幾個 那算賣得很好啊 賣得很好啊 對啊這樣子 可是因為你在大陸買 大陸有個特性 大陸不太用三星的東西 比價錢還是他們三星的市貸很低啊 大陸呢是華為跟AirPods Pro 對 所以賣得非常好 對 所以搞不好這幾年 OPPO或者是那個 他們會出 真五 我覺得會 不管是大陸品牌 或者是 只要是耳機的牌子 我相信他們都會出 就像你看 台灣的Nokia也有出 真無線來耳機 大概落在四五千塊 但他也沒有降到 也沒有降到 所以我就說 應該說 真無線來耳機的市場 因為了蘋果 整個把它打開 所以我相信 在今年2020年 一定會有很多手機品牌 會投入進來 他們說其實 AirPods Pro 占蘋果 現在也算很大量的 營業額跟毛利 你知道嗎 他們開一個玩笑 他說 光AirPods 這一條產品線 就可以獨立去開一家公司 而且他說這家公司的市場估值 應該會非常的高 那毛利搞不好比手機還好 對對對 真正的 好那接下來 我們看第七個 第七個 第八個這兩個 其實就是 我會拿出來是因為 有很多的所謂的第三方 所以第三方就是說 他們是配件商 然後他們進來 真無線藍耳機的市場 第七個這個藍耳機是什麼 Hyper Sonic 我跟你講 他這個品牌 是畢齒的資深工程師 然後兩個離職以後 那你知道 從畢齒離職 都要先簽一些 經驗條款 對 然後呢 他們經驗條款時間過後 然後自己這兩個人 合創了一家新的 真無線藍耳機的品牌 對 這個就是他們的最新的品牌 然後這個品牌 他們定價的策略是99塊美金 99 兩千多 也算是蠻經濟的 他們也是在深圳生產 最厲害的就是 他們會把聲音調教成 你也知道 他們在Beats裡面 那Beats的聲音是很棒的 對 然後他就是會 至少把它做成 有那種 差不多等級的 可是Beats 有出真無線藍牙嗎 Beats 好像沒有 有Power Beats Pro 對 Power Beats Pro 他是耳掛式 不過他因為他三千塊 整體 他的質感是 比較 Sport的感覺 就是比較 比較沒有 像那個那麼精細的感覺 他也沒有降噪 對 那這個會推薦嗎 不好說 因為我還沒測 所以 我也不敢偏 我只是拿出來是說 因為 我要講到的是 因為有很多第三方 都會開始出 真無線藍牙耳機 那我現在拿了 最後這兩款 就是第三方會出的 可是他們再怎麼賣 可能也沒辦法 像三星 或者是 可能都是四占百分之一的 我覺得四占會很強的 就是Apple 三星小米 對 然後如果華為 他有辦法 產能夠高的話 他光大陸市場 應該會吃得很多 那最後一個 這個Urbanista 他這個是瑞典的品牌 這個很特別 他是真的專門在做耳機的 對 那我會買他的原因 是因為蝙蝠俠 你給大家看 他是蝙蝠俠聯名的版本 我蝙蝠俠粉絲 這個多少錢 這個喔 這個四千多 四千多 對 也算四千多 這個質感就比剛剛那個好 他旁邊說 對 我老公都是膚淺 膚淺 我們都是膚淺 這個呢 他就掛一個蝙蝠俠 我完全都沒有什麼想像 我就直接就購買了 這個還蠻輕的 然後再來 他的設計比較簡約 他有點像AirPods的感覺 就是整個佩戴的感覺 就是也沒有塞進去的那種感覺 就是蠻漂亮的 那我其實 他以前有出有線版本的耳機 我很喜歡聽 因為 他那個有線的才八九百塊 但是聽起來的音質是不錯的 我買這個聽少都不知道 沒關係 四千多塊聽少不用知道 對 我也覺得 以上就是這八款 可是這樣子整個聽起來 我覺得 如果今年要買 大折還是很大的感覺 沒錯 其實你說的沒錯 大折一定是很大 但是我覺得大家買真無線藍耳機 還是要考量自己需求 對 我覺得一個產品 你內心的三個需求 你就可以去下手 舉個例好了 像我自己對於真無線藍牙耳機 我的真正的需求 撇開是品牌 對 我第一個需求是 佩戴要舒適簡單 對 你知道有些真無線藍牙耳機啊 我就不講什麼牌子了 那個配對手機啊 非常麻煩 對 然後耳機做得很大 然後塞到耳朵呢 又不知道怎麼塞 像那種就絕對不是我的選項 對 那我的第二個選項是 延遲 就 有時候你在看影片或打game 或者是甚至於可能 Tim嫂打電話來 我希望 電話的聲音是不會有延遲性的 你知道有延遲 就是說你有時候看老爸的YouTube影片 你都已經到下一秒了 他聲音才出來 那個好像有 就是藍牙5.0之後 就比較好 會比較好 對 然後第三個呢 是 我會選擇 你們想要 佩戴的方法 耳掛 半入耳 入耳 我覺得這也是你的選項 可是這個是完全不同需求的屬性 沒錯沒錯 但是我第四個才是價格 因為其實你說真的 他前後差距可能就差四千塊 可是因為你戴在耳朵上的是 很久的感受 沒錯 每個時候是值得投資的 像蘋果這一次我就覺得 一開始大家看到那個價格 哇 結果大家還是瘋狂吧 因為真的 老實說齁我覺得 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就是 哇蘋果我就買了 對 品牌力夠強 這一點我覺得 大家最後還是會回歸產品 像今年的iPhone 11 對 就賣得很好 可是去年的iPhone 11 就沒有 還好 還好 對因為今年的iPhone 11 就相對的整個產品的魅力 就起來了 對其實還是回歸產品的本身 那 Pro是真的在我們最近來看 我一開始覺得貴 可是後來想想 別人沒便宜到哪裡去啊 對啊 你看華為也是五六千塊 可是 事實上 我個人是覺得還 就看起來是 還好 他有點學AirPods的那個 那種感覺齁 那種感覺齁 那種質感 那種感覺啦 對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介紹的八款 希望對你有幫助 那最後不要忘記訂閱 3C Tinker的生活日常 可以把它連結放在底下 然後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哇你知道 你知道掰掰了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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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